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这个视频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LTML5的Link标记的使用 欢迎大家收看 好的,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知识点 今天知识点很简单,就是一个Link标记 我们来看一下Link标记的定义 Link标记是链接外部文件时使用的标记 它能把外部文件的内容呢,引到当前的网页中来 是当前网页能够实现更多的功能 比如说各个网页通用的样式单文件 咱们就可以通过Link标记研究进来 是各个网页具有同样的样式 好,下面看一下Link的属性 第一个属性HIF 它是指定链接外部文件的路径和文件名 这个要求是全路径并且带文件名 第二个属性是REL 它是引用文件,或者叫做引用资源的类型定义 就是说咱们在用Link标记引用外部文件的时候 外部文件类型有多种多样 比如说像这个地方,它可以是一个网页作者 可以是一个图标链接 可以是一个版权信息 甚至可以是上页下一页的网页 同时还可以是样式单类型 像现在这个地方 咱们就在这个地方指定 我要链接什么类型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一个属性是Media 它是指定链接文件或资源属于哪一种媒体Media 比如说屏幕,打按机,投影仪等等 咱们在这个地方可以指定 接下来的HIFLang 它是链接文件的语言种类 咱们在开发网页时 如果引用别的语言的文件 要指定一下种类 让浏览器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个网页内容 因为产生乱码 接下来是Type属性 它是指定链接文件的MME类型 比如说图片,图标,文文文件类型等等 关于MME的概念 请大家参照一下百对百科 我在这里就不再详细赘述了 最后一个是Size属性 它是根据Link链接文件的不同的类型 来指定文件的大小 比如说IL等于ICON的时候 Size可以指定为宽层以高的格式 来告诉浏览器 我这个图标的大小 让浏览器可以去解析 好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综合的例子 首先是一个链接外部样式单的例子 这里我给出了HTML的样例 咱们可以看一下 切法很简单 就是一个Link标记 里面写上REL 然后内容是样式单 说明我去链接样式单 下面是它的具体的使用方法 咱大家请看 HREF属性告诉浏览器 我这个样式单的文件是哪个 然后Midium告诉说 这个样式单我要在屏幕上显示 当然这个屏幕也包括手机 但不包括打印机和投影仪 下面也是一样 但是下面多一个Title 对这个Link进行一个说明 最后是一个Alternate 说明这个样式单是可信号样式单 在浏览器中 是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供用户可以选择 这是科学样式单的写法 好的 下面是一个网站的图标指定的例子 这个图标可以显示在浏览器的标题栏 也可以被手机读取 作为网站的图标 存储收藏家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里的REL就是图标类型 有Icon Shortcut Icon 还有Apple 苹果所用的Icon 分别对应的类型是PNG ICON和PNG 后面的HREF 也要和前面的Type进行E的对应 这样的话 既可以显示在浏览器上 也可以显示在手机上 同时 手机在存储收藏家的时候 也可以使用该图标 接下来一个例子是RSS的种子的指定 不过今后RSS的应用会越来越少 咱们大家只要知道写法就可以了 接下来是一个网页作者个人URL的例子 您可以在您的网站中 不仅提供您的内容 同样还提供您个人的URL 让浏览器 或者说让搜索引擎能够找到您 最后一个例子 其实是SEU工作的一部分 因为咱们在很多网站中 URL都是动态生成的 那么咱们应该告诉搜索引擎 我的代替URL是哪里 咱们通过这种写法就可以了 好的 以上就是为大家讲解的内容 同时我还给大家准备的例子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的这些内容 我都会放到开源中国服务器上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照 好的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例子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 使用link标记的例子 第一行是参照一个样式单 然后下面三行 是为该网页设置一个图标 这个图标可以用在浏览器上 也可以用在手机上 写法和我刚才讲解是完全一样 没有任何区别 然后咱们在这地方加上一个功能 就是说我这个样式单 只用于屏幕显示 在这地方写上一个 media等于screen就可以了 如果不写的话 它无论是all 是所有的媒体都能显示 如果写上 它只是在电脑 或者说是PC tablet上显示 在打印机 投影仪上是不显示的 好的 以上就是这次视频 为大家分享的所有的内容 如果大家有不明的地方 也欢迎大家给我留言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